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一个种植户 马大明 这位种植户呢 每年以种植大捧田椒为主 他每年呢 食物这个肥料也不少 但是呢每年这个产量和这个品质一直上不去 今年呢正好又赶上这个肥料啊 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感觉种地这个成本呢一直在增加 所以说呢 他跟我说傅老师啊 有没有更好的一种方法 就是说我在种植田椒的时候 怎么样的去合理施肥 这个植肥到底是植几次比较好 而且每次的量应该多大比较合适 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呢就是着重地来介绍一下 到底说田椒怎么样的去平衡施肥 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呢 是1加1221法 这个1加呀就是说底肥 底肥呢一般用尿素呢 一般就是50公斤 硫酸钾呢50公斤 再加上过磷酸钙25公斤 然后呢我们再配合农家肥1500公斤 这样呢就是我们田椒 整个一劲儿所需的底肥使用量 在追肥上我们田椒呢一般 这一茬呢追四次肥就可以 第一次追肥的时候呢 是在田椒啊 这个门椒开始膨大的时候 膨大到什么时候呢 也就是说像核桃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开始追第一次肥 一般呢 纯淡5公斤 氧化钾6公斤就可以了 第二次追肥的时候呢 就是说当门椒 快要成熟的时候 而第二层果和第三层果 开始膨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去追第二次肥 第二次肥呢 这个量呢一定要大和重 纯淡的一般用6公斤 氧化钾的一般用8公斤 比较合适 第三次追肥 和第二次相间隔的时间 一般以20天比较合适 那么追肥的数量 也和第二次一样 注重重和量足 第四次的追肥 和第三次的追肥呢 相差要相差到20天以上 追肥的数量 我们呢比照 第一次追肥的数量就可以 相信啊 我们很多的采交种植户 遇到的这些问题啊 和我们这位种植户 遇到的问题呢 都大同小异 尤其是感到今年 这个肥料价格呀 居高不下 所以说呢 希望咱们种植户啊 在种植采胶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合理的施肥 科学的施肥 这样子呢 是采交呢 能够达到一个文产 高产 而且品质又好 这样的一个地步 好了 如果你认为呢 我讲的呢 比较可以 或者说 你有技术上的疑问呢 请直接与我私聊 终于发现了一个 个头还不是太大 第一岁过 个头受影响 口感是不错 这种黄色的小番茄 是这两年的一个热点 卖得很高 在我们郊区有一个 有一个采摘园 老板关系比较好 它一斤 这种黄色小番茄 卖到四十块钱一斤 这还有红色的吧 这个红色的 个头比较大 我们在中原地区 种这个小番茄 口感 要比他们在海南灵水那边 种这个番茄 小番茄 现在上市的时间 口感要好很多 只可惜啊 刚开始刮果 还没法卖 卤续续都开始红了 还少啊 现在还少 这个大棚 是那种口感 大番茄 长得不大地啊 今年 这个上市 估计 还得一个多月 按正常情况下 这个番茄 应该是成熟了 但是今天育苗的时候 没时间让农大 这边给老师育的 结果弄插了 这种口感性的番茄 和常规的菜番茄 完全在管理上是不一样的 当时一往往交代他了 打了我们给我们打了公安药 然后整个米毛前期的时候一点都不涨 就像类似于得了病毒一样 后来还好 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措施 总算是结果了 但是产量应该会影响一半 晚上是至少得有二三十天 待见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种植户有时候 风险在一会儿 很多的时候 往往风险让你想都想不到 就可能造成你的损失 这个品种是红颜草莓 红颜草莓个头比较小 不好看 但是比较好吃 因为红颜草莓它那个 甜度比较高 它另外一个好吃的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比较软 红颜草莓是很软的 就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快结束了 基本上这个红颜草莓没法卖了 太小 因为现在大家毕竟还是感觉到 喜欢吃大的嘛 每年种红颜草莓都不好挣钱 因为它产量比较低 个头小 口感虽然好 你又不敢去用烹打剂 你用烹打剂的情况下 它口感会降低很多 所以说有时候 种这个农产品的 确实是比较让人难受的一件事 我不是说我们消费者问题啊 实际上还是来自农业方面 如果下一步能把这个红颜 这个品种 这个产量怎么能提升上去 在不影响口感基础上 倒是一件好事 你想这个实际上是一定是第二叉果 就应这样基本上是包废了 这碰 再一个网上销售啊 最怕就是差评 所以说呢 你比如说都不敢卖了 还有一个就是 你假如我走琵琶商那条线 虽然说已经十几块钱 比在网上要便宜很多 但是你可以把很多小的拆到里面去 它们是不更大小的 所以说呢 整体来说还是比我在网上 网上感觉到已经卖个四十来块钱 挺赚钱的 但是实际上你要扔掉很多 所以说有时候算算 还不如直接交给琵琶商来 这样的话你是整体的产量销售 像那个 等于说你只能销售一半 剩下一半是扔的 进入腊液份吧 寒冬腊液的 第一次下雨 最起码这二十年当中啊 是第一次下雨的 关键还不是雨加雪 还是纯雨的 就是那种大雨 刚现在稍微小一点 来地里面转一下看看 这和夏天下过雨以后 感觉是一样的 你看明显感觉 空气要清新很多 虽然还是阴天 这边是我们种的草莓的棚 今年天壮花 本来是过晚春节才能上市的草莓 现在开始上市了 密封着了 因为天太冷 这边这些大棚 是我们种的那个 芹菜 这个已经收完了 进到这里面以后 明显的这个芹菜的清香味比较重 因为刚收完嘛 收完以后这个味 还是非常好闻的 这个芹菜 也是预计的是过完春节以后 才能走向市场 结果还没有到春节 就已经呀 这个棚已经卖完了 这也是因为今年出现的暖冬天气 今年对于有些专家 人家来说肯定是已经啪啪啪的打脸了 有些专家说在秋季的时候说是今年会可能是一个冷冬 看看没 什么是冷冬啊 暖冬天气啊 今天这个暖冬还不是一般的暖 温度特别高 就导致现在这个蔬菜啊 开始本来年后安排的茶口 年前都开始大点上市了 然后 反正我个人感觉吧 根据经验吧 今年到春节的时候我们这个蔬菜价格肯定不会太高了 除非年前来一场大暴雪 然后特别大的暴雪 所以了交通这一块以后可能会导致蔬菜价格上涨 如果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可能蔬菜价格还比较便宜 所以说对成立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另外一个不会是好事的就是 只要是暖冬天气以后 一般过暗春节都会出现倒春寒的天气 这个是最吓人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一直在忧郁 我们本来计划 二月份冷棚里面定制番茄 前瓜西瓜的 一直在担心敢不敢中的问题 怕万一再出现一个倒春寒 造成绝收